酒駕之所以让人不安 主要是因为酒駕不仅对驾驶个人不安全 也会危害到他人的人身安全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项统计数据 其中根据统计从民国98年到100年的时候 伤亡人数平均每年多达了1.4万人 而且死亡人数每年平均多达了418人 因此为了要防堵酒駕行为 现在金管会也从保险收费开始下手 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新的措施 会在明天3月1号开始上路 其中就是针对强制责任险的部分来实施加价 特别来看到的是一次取缔记录 从明天开始只要多一次记录 就要加价2100块钱 而且原车主就价不限车数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明下有两台甚至三台车辆的话 就会另外再加价 而且加价金额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这也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要特别注意 因此金管会也呼吁驾驶人千万不要酒后开车 除了保费可能会增加以外 也希望能够避免悲剧发生 但是 你